透过参加地藏法会 送持地藏经 我们可以了解到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让一切众生在坚固的愿力之下 迈向正等正觉的菩提道路 地藏菩萨发愿 众生度尽方程正觉 地狱为空事不成佛 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如此的伟大 但不能够疏忽自己能做什么 要以菩萨为目标 为榜样去向这条路 克服我们对自己的舒适要求 我们如果想这边想这边想 我们就可以了解地藏菩萨 到底是怎样 我们改想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第一片跟第四片 都是在说地藏菩萨 印地修行 就是说地藏菩萨 它是怎样法案的 就是说地藏菩萨 它已经修行多久的时间了 这个旗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无量减 无量节的修行 它是用台湾这个地藏菩萨 如果没有救退 迫在地藏菩萨的痛苦 如果这样 它就绝对没要成分 所以说地藏菩萨 是不成分 地藏菩萨的这种的怨 这种的精神 我们佛教导要去了解 大家一起缅怀地藏菩萨 伟大的精神 送持地藏菩萨本愿经 复习一遍 看看佛陀跟地藏菩萨 是如何尊重的教诲 告诉我们如何让生命 离苦得乐 究竟亲近 十方新闻 关闻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